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為什麼今天要突然變成台語呢 我脾氣不難的 做習慣用來一點 我之前費許沒有 不用在這邊做習慣 你就恢復你 對不起 我習慣怎麼說 就是怎麼說 突然用台語回答 讓議員們姆薩薩 台北市勞動局長陳馨瑜 涉嫌不實使用及核銷特別費 二十萬元交保後被輪番炮轟 檢舉人游書會更是毫不留期 到剛剛陳局長還在說 用台語 特別用台語說 我要為自己一身清白憨論 可是我感覺好像是陳水扁現身一樣 怎麼市府從上到下 都在包庇都腐爛 陳馨瑜被查出特別費核銷 有項異項公司購買紅酒 而他的老公正是公司員工 帳目上至少有三筆 上千到上萬元不等的支出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 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也讓外界相當關心他的去留問題 強調自己清清白白 但陳馨瑜也被質疑 利用上班幫副市長黃珊珊助選 違反行政中立還涉嫌外洩勞解資訊 民意代表的深喉嚨或是要所知 是本來就有他的管道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民意代表講得這樣子 本來就民意代表本來就會有自己所知的管道 民意代表本來就會違法去拿 本來就會違法去拿 本來就會違法去拿 我沒有說你違法去拿 議員你自己為什麼會說違法去拿 本來就有自己爆料的管道 多起爭議纏身 陳馨瑜恐怕已經沒有心力 在關心媒體的加班費 記得還是要申請加班費 我終於知道你們真的多辛苦了 《華視新聞》我們是張宇文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宇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潔一起看新聞吧 傳奇本節目 今天聊天